王老师 这两个也是老东西吗 你说那两件 这两件老的 没问题 你拿起来 我给你讲一下 就这应该很多人都不会看吧 这个东西它不是绿松石 它是叫灵美石 你看它最主要的特征是 它也发生了一个概化 所有这个弓痕 我们找不到任何的 牙膜砂的痕迹 包括这个孔 它都不是一个正圆的 壁呢是一个弧形的 它完全符合 武代夹工工具的特点 无论从入土特征 还是从夹工工一看 这个东西一定是个老东西 再说这一件 这一件最主要的看点 就是这个水草庆 只要是水草庆 它一定是入土以后形成的 它老不老呢 我们就看它自然交代的 这个关系 所有的水草庆 从表面上都能找到 入门的根 这个自然的延续 这一点就给它 哦 是老东西 古代的用料呢 有上百种 而现在我们一制的料呢 也就这么几十种 所以说 我们从幼稚来判断 古语的新老 这是个行而上学的错误观点 判断老玉 一定还要从本源的问题 满月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一看这个东西 我从来没见过 我就一下 这样的话 肯定会错过一大批 好东西 老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